哈喽你好,欢迎收听圆满新世界 我是Miro,你的心灵美学DJ 给你当下最完美的灵感 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绽放欢喜愿力 拥抱自在幸福 在有限中创造无限 优雅圆梦,浪漫重生 感恩奇迹终将到来 一起迈向新世界 大家今天好吗?我是Miro 在这个节目,我会和大家分享 关于性逆法则、显化圆梦 活出自在喜悦、驾驭人生使命等等的资讯 因为,实现梦想不用狼狈不堪 如果你想要用轻松优雅的方式前进 那就欢迎锁定我的节目咯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让宇宙来回应你的爱情愿望吧 你的整个人生其实就是你想象中的样子 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啊 你拥有或没有的一切 每一种情况和环境 以及你人生中的每一段关系 都是你想象中的样子 包含友情、亲情、爱情 都是你想象的样子状态 而问题是在于 许多人都想象最糟糕的事 这就像是 他们用最美好的工具来对付自己 不想着最好的事 却只是恐惧并想象所有可能出错的事 真的像是拿一把刀在杀自己耶 呵呵呵 而像这样不断的享受和感受啊 那些事就会发生啦 所以要尽可能的去想象 人际关系中最好的情况 因为你能想象的最好的事 对吸引力法则来说 都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所以要记住哦 生活不是发生在你身上 而是在回应你 它在回应你潜意识的愿望 所以人生呢是由你决定的 人生中的每一个领域都是由你决定 不管是完美的伴侣 更美好的婚姻 或是和老板相处更和谐 你只要让自己进入那个接受的频率 做到这一点 你就可以想象 并且感受拥有那样美好的关系 是什么模样 然后它就会过来跟你匹配了 而你在想象自己想要 并着爱的东西时 就是在利用吸引力法则 所以如果想象正向的是 例如一段充满关怀和爱的关心 想象的时候很开心 那么这就是你会得到的 因为你的想法 欲望和感觉 创造了磁力 而这个磁力呢 能够将你想要的吸引到你身边 所以如果你可以透过想着它 感觉它去想象 你就能接收到你想要的 这就是想象的强大的力量 唯一要确保的呀 就是你不是为了不想要什么 而是为了实现自己想要的 才使用想象力 而这就是在生活中挣扎的人 和拥有美好生活的人之间的区别 因为拥有美好人生的人 会去想象他们要什么 并满足于自己的想象 但是挣扎求生的人呢 常常无意间想象了自己不想要的 也不喜欢自己的想象 就是这么简单的不同 但是却对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差异 非常的极端呢 所以啊 如果你想要吸引完美的恋爱关系 就按照你希望的模样 想象那段关系 接着 你只要感觉身处在那段关系中 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就可以了 曾经有一个女生啊 她就是看到这个概念 于是有一天她想到一个创意 她写了一封信给她未来的老公 而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她就写说 她感谢她的老公对她这么好 感谢她所有美好的性格 感谢她的善良幽默 感谢他们有共同的兴趣 譬如像是古典音乐 旅游 艺术和阅读 还描写她怎么样感谢的两人 共度一场非常浪漫的约会 在她写这个信的当下啊 她根本就还没遇过这个人 却已经详细描述了他们在一起交往的生活 而真的 不久之后呢 她就真的找到了完美的另一半 而且就如她信中所描述的一模一样 尤其是他们第一次约会去的地方啊 真的就是她想象还描写的地方 真的很神奇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试试看 这其实也就是感恩的魔法 而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种观想 因为其实啊 你能想象的一切都在等着你 它在等你从无形中完全创造出来 而让无形变成有形的方法 就是吸引力法则 而在心理想象 感受就好像你已经拥有你想要的东西 这个过程呢 就被称为观想 而观想之所以这么有效呢 是因为你在脑海中创造了画面 让你觉得自己已经拥有想要的东西 观想是强烈的将你的想法集中在一个画面上 透过这么做 会引起同样强烈的感觉 当你想象或观想某件事物 就是将强大的频率发射到宇宙中 而吸引力法则就会抓住这个讯号 将那些画面变成你的人生送还给你 就会像你脑海中看到的那样子 而要观想一段关系呢 你只要闭上眼睛 想象你想要的那种关系 而当你想象自己想在这段关系中 所做的所有事情 就是在创造新的现实 而你的潜意识和吸引力法则 并不会知道你是在想象 或者这画面是不是真的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感觉到自己想象的关系很真实 也就是你全然相信的时候呢 产生出来的那个感觉情绪能量 会渗透到你的潜意识中 成为一个新的正面的信念 而吸引力法则就会因此而发挥作用 但是观想关系和其他所有欲望的关键在于要让画面保持生动 也要让你自己在画面保持非常生动 因为如果你能让画面像地理一般生动的话 你很快就能掌握观想 但是如果画面是静止像是一张照片的话 你就很难让这个画面停留在你的脑海里 那是因为啊 关系不是静止的 而是生动活泼的 是一种互动 有来有往 所以你的观想会充满了动作啊 活动 以及大量的对话 而这个时候你的心智就会被这些不断变化的画面占满 也就没有空间想一些很多余的负面的事情了 所以观想的时候啊 请想象你想要的关系中 可能出现的每个场景和情境 一定要感觉你已经拥有了 然后去想象它 并感觉你拥有的时候的爱和感激 持续每天都这样做 一直做 直到你觉得愿望已经实现 直到你知道那段关系真的属于你 就像你知道你的名字属于你一样 有的人可能一两天就能达到这种状态 你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基本上取决于你的负面信念有多么的深厚 但是只要一直做的话呢 就可以把负面的念头给掩盖掉 甚至消融掉 而就算你已经在那个好的关系里了 那此后的生活也要继续这么做 要尽可能的拥抱好的想法和感觉 因为当你拥有越多越美好的想法和感觉 就会越处在接收的频率上 也能越快接收到让你更开心 更美好的事物 让你生活一直保持这么美好的事物 所以用观想创造梦想生活 其实就像在拍摄人生电影 而事实上 你是真的在创作自己的人生电影 所以可以好好想想 你的人生电影进展如何 你需要修改剧本吗 或者需要修改剧中人物的关系 或许你想换个角色 或是增加一条爱情线 看看有没有任何你想更动的地方 从现在开始就是今天 要不然明天 随时可以运用你的想象力 调整你的人生电影 因为你今天观想的内容 将在明天上映 还有另一种驾驭想象力 吸引美好关系的方法 就是用愿景版 在愿景版上 你能够尽情发挥想象力 将想要的一切 想要的生活 都加进那个画面里 有些人呢 是在网络上下载图片嘛 然后映出来把它剪下来 那有些人是从报章杂志上面剪下来 那你就自己拼贴 像是你想要的房子啊 车子啊 然后有树啊 有山啊 还有怎么样的衣服啊 反正你都自己贴 怎么样的人啊 可以做怎样的运动啊 总之就是一个充满创作力的过程 蛮好玩的 而当你看着这个愿景版的时候啊 就是将这些画面 磕在脑海里 所以当你专注于愿景版时 就能够刺激你的感官 唤起内心正面的想法和感觉 然后你的两个创造元素 就能够全力运转 而这两个创造元素 就是心智和感觉 所以无论你想要什么 寻找那些事物的图片 并且放在愿景版上 譬如 你可以去找一对情侣 一群朋友 一个快乐的家庭 孩子 新生儿 或假日 以及和朋友伴侣出国度假的照片 你也可以把你的照片 放在梦中情人的照片旁边 帮助你想象理想中的关系 因为你看到那个画面 你的心里一定会产生一种美好的感觉 而真正的目的其实是那个感觉 驱动那个能量 曾经有一个女生啊 她就是靠着愿景版 打破了她失败恋情的循环 她的故事啊 就是她曾经单身了十年 因为一次一次的约会啊 都是以失败告终 怎么样都没办法成 所以呢 她就干脆死马当活马医 想说用愿景版来试试看 于是她开始收集典型的情侣照片啊 像是有亲吻的 跳舞的 拥抱的 还有其他浪漫的照片 然后她写上充满希望且乐观的话语 譬如像是 未来的老公 我此生的挚爱 还有 甜蜜恋爱等等 那就算她跟人约会的时候啊 即使没有成功 她仍然会对一步一步靠近完美伴侣这件事 抱持希望和感激 而她这样做其实是对的 因为她可能有许多负面的信念 去造成了她这么多失败的恋情嘛 那每一次的失败呢 如果她又掉入那个负面忧郁群序的话呢 就只会让那个负面信念更深 所以当她用这个方式呢 让她就算在失败中 可以保持希望和感激 这就在消融她原有的负面信念 所以说在困境中呢 去保持正向呢 是一定有帮助的 而为什么没办法说几天就见效呢 是因为那个负面的信念很深 所以你要花时间去让她消除 但是你要相信 当你抱持的正向的希望和感激 她就一定在消除负面念头 所以你就要相信以及有耐心 而最后呢 她真的做到了 她就一直这样抱持的正面念头 一直前进 等这个男生出现的时候呢 她就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可以试试看运景版 而且一定要把运景版放在 你每一天都能看到的地方 让那个感觉进入你的潜意识 变成一个日常生活习惯 让你每天去感受 现在就拥有那些事物的感觉 你越是相信 越是感受 这一切就能越快实现 那还有另外一个好方法 就是写作或写字迹 这也是运用想象力来建立美好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想将完美的伴侣吸引到你的生活中 你可以用文字来准确描述那个人的模样 你们恋爱的种种 你可以写下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以及对方的品味 事好家庭背景 职业 和任何对你重要的事情 你应该至少能够列出 有一百项吧 来描述你的完美伴侣 我再说一次哦 写这个的重点呢 并不是那些细节条件 而是在你写的过程中呢 它会去驱动你那个美好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可以写到一百项 那表示在写那一百项的时间里 它可以去扩大拉长了 你存在那个美好的感觉的当下 所以就尽量越写越多吧 写完之后呢 你要做的就是保持好心情 看看宇宙如何将符合你所描述的人 融入你的新的生活 还有另一个可以运用想象力 来改变关系的方法是 在心里创造游戏 并且在心里玩游戏 玩游戏对我们来说 其实不陌生耶 我们在小时候 几乎天天都在玩游戏 只是人生到了某个阶段 我们就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玩耍玩乐 结果长大之后啊 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严肃 但是这个严肃啊 会为人生带来更严肃的状况 而你会发现 当你在开心玩耍的时候 心里会很快乐 然后就这么刚好 让你快乐的事也就来到你的生活中 所以啊整个关键在于 生活应该要是有趣的 就像一场玩乐 而运用吸引力法则 就是一种运用想象力的发明游戏 因为吸引力法则不在乎你是在想象中玩耍 或者那是真的 它不管你想象什么 感觉什么都会成真 好 那你问要怎么玩呢 玩游戏根本就不是问题啊 就跟小时候的我们做一样的事嘛 你记得小时候玩伴家家酒的时候啊 你记得你自己的想象力多有说服力吗 你可以办医生 办护士 办警察 办老师 对吧 而你想要实现任何事 就必须这样照着做就对了 所以这其实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耶 只是真的后来人生越来越严肃就已经忘了 会觉得玩那样的游戏呢 是一种 有点罪恶过错的事 因为人们会给你加标签嘛 说你幼稚 不成熟 不脚踏实地 天马行空等等 但很讽刺的是 在显化美好人生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能力 那既然我们可以用玩游戏的心情呢 来做显化的过程 这不是很美好吗 而你要做的呢 就是在内心深处 你秘密地假装自己已经拥有想要的 例如你想要美好的友谊 就要想象并假装你已经拥有了 那在你想象并感觉自己现在已经有好朋友 多于注意到自己没有的那一刻 你将会扭转那个局面 突然间会拥有很多好朋友 这个概念就可以套用在任何所有的关系上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段恋爱 那就假装你已经有了 就当作玩一场游戏 去假装想象你正在和完美伴侣相亲 那对方会是什么模样呢 那如果你刚刚好遇到这个 此生唯一的挚爱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你的感觉会和现在不一样吧 那当你跟他遇到的时候 跟他相处的时候 你会怎么走路 你会怎么说话 会不一样对吧 那就去假装去模仿那个的当下 那你就会表现得好像你幸福到了一个极点 那最后呢 这整个幸福的感觉真的就会被你习惯了 然后他就会成真了 所以无论你想要什么啊 请大胆运用你的想象力 玩创造的游戏 尽情的玩 这是你最好发挥你的创作力的时候 尽你所能的让自己感觉你已经得到想要的 用衣服啊 图片 照片 等和你想创造的事物 息息相关的东西包围住你自己 让这个感觉融入在你的生活中 深深的融入 采取行动 利用你能找到的每一样道具来帮助自己 这样就能帮助你去想象和感受 拥有那段关系时的真实感觉 那我再跟你说一个故事哦 有一个年轻的单亲妈妈啊 她一直在寻找她的新爱情 已经三年多了都没有任何进展 有一天呢 她就无聊所以逛街 那这时候呢 她走过一个服饰店 在橱窗里看到一件婚纱 吸引了她的目光 那她走近仔细查看 那个店员就鼓励她去试穿 那搞到最后呢 她也不知所以然 竟然就买下了那件婚纱 但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 她当下根本没有男朋友啊 也没有计划要结婚啊 所以根本不需要那件婚纱啊 有一天呢 因为她要去一个目的地 她需要找一个地址 那她就在那个市区里逛嘛 然后这时候她经过一家商店 然后呢 她走出了商店外 遇到了一个 她觉得看起来很眼熟的男人 为什么她会去注意到这个男生呢 是因为这个男生 和她崇拜的偶像长得很像 她还用那个偶像的脸 当做电脑荧幕保护程式 那接下来更巧了 这个男生呢 刚好也在跟她寻找同一个地址 所以刚好她一出商店门外呢 刚好看到这个人 就想说诶 问一下对方这个地址好了 结果刚好两个人都在找同一个地址 所以他们就一起出发去寻找 那就找到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们也更开始了解彼此 也就留下了彼此的联系方式 接着就开始约会了 总之之后就是稳定的发展 所以很有趣 她那个时候呢 就用电脑荧幕保护程式 它就像是个运景板跟观想一样嘛 然后莫名其妙买了一个婚纱 但那个婚纱呢 其实就是给她的一个假装游戏 就是让她处在一个氛围 诶我即将要用到这件衣服 于是就在出了商店呢 就突然间遇到那个人 也就是她未来的老公 所以这个故事是真的很神奇 所以啊 不论你如何运用想象力 来吸引更好的新关心 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 你在观想的时候 一定要觉得很开心 在想象理想关心时 捕捉那种能量 那个美好的好心情 所以想要驾驭想法和感觉的力量 来得到你想要的事物 你只需要想象并感受你的愿望 就算那只是瞬间也没关系 那就够了 而这就是在执行吸引力法则的过程中 玩一场游戏 这也是最大的趣味性 而这就是创造人生的喜悦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边咯 最后不要忘了 感恩是最强大的显化力量之一 让你轻松驾驭吸引力法则 我再录了朗达拜恩这本畅销魔法书的精华 会整成一本28天感恩奇迹魔法练习手册 方便大家练习 那欢迎在下方的连结免费下载哦 感恩你收听圆满新世界 祝福你心想赤诚 自在欢喜拥抱幸福的生活 那我们下次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